大家好,今天是6月1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明報電報新聞 溫哥華今早有人開車撞人之後 還手持兩把刀,當街斬劈不相識的人 事發在早上6時半 疑犯在希盛靠近本拿比的一個油站 開車撞低一名路人 其後下車,手持雙刀,追逐其他人 疑犯用拳頭打低一個人之後 又用刀斬劈先前被撞的行人 導致他的背部和頸部中刀 網上流傳的時分顯示 疑犯右手拿著把大刀,左手拿著把細刀 在油站之內大聲講粗口罵人 還拿刀追逐其他人 背景可以聽到有人叫救命的淒利聲音 亦有人驚慌躲避的尖叫聲 池都男子旗後企圖乘坐另一部偷離的電單車離開 但到場警員大聲學令他趴低 最後幾名警員衝上前將他拘捕 視頻中可以見到有兩個人倒地不起 市警說,眾多男人並無生命危險 眾權男人則當場接受治療 而反而傷者互不認識 警方初步相信是隨機作案 警方在現場拘捕了一名61歲的男人 市警又說,疑犯所駕駛的汽車 之前1點半已經在大溫不同城市亂開車 當警察倒置該部汽車時 更被這部汽車撞開 缸發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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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血了 出血了 在哪裏 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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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印了 不 他被印了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與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坐聽器 可以幫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呢? 來南山中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 配一對適合你自己的坐聽器吧! 現在的坐聽器優惠還高達半價 快點打個電話來預約吧! 卓能聽力中心 助理聽得更好聽得更清 一名地產經紀被指無故撕低 紀念一位離奇過身原住民的海報 被經紀刊除名 被人撕低的海報 將貼在溫哥華的豪宅區 紀念一名原住民婦女 他的屍體在失蹤一年後 在豪宅區之內被發現 警方初步說他的死因無可疑 但有不少人認為 不能讓他死得不明不白 星期六 約網有100人參加悼念活動和遊行 還在街邊張貼質問死因的海報 誰知日行隊伍去到格林湖街 甲36街時 見到一個男人看來很憤怒 將海報逐張逐張撕低 撕海報的男人很快被識別出來 他是一名地產經紀 而他所掛名的地產經紀行 在知道這件事之後 亦都不贊成他的行為 還決定將他除名 那他祝你好的日子 然後希望你治療 謝謝 你那應該是 這真是你之間的 是,這真是一個人的事 這真是有個人的事 這真是有在 那真是甚麼人 我相信 你會警察 尤其他人會罵他 罵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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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你罵我罵他罵他罵我罵我罵他罵他罵他罵我罵你罵他罵我罵我罵他罵你罵他罵? 通理琴行是大灣地區最大的名牌鋼琴會組 該五十多年來為大灣地區千家萬戶提供最優質的樂器及音樂教育 有通理、音樂更完美 由華裔、沈觀健擔任市長候選人的溫哥華政黨ABC Vancouver宣布 選出溫哥華市警前發言人蒙塔古做候選人 爭奪溫哥華市議員的席位 蒙塔古不僅有一定知名度 而且有28年當差經驗 預計對治安問題會有很多話說 碑斯省、各城市及地方政府的選舉 將於今年10月15日舉行 永明聽力隱形助聽器 新品上市限時大優惠 經典型號低至半價 政府認可專業聽力中心 提供全方位服務 聽力專家鄺永明小姐 擁有多年驗配助聽器經驗 是全溫哥華最多醫生推薦的聽力專家 永明聽力就在列治民帝國中心 情職致電預約聽力測試 温哥華明天6月2日星期四的天氣預告 預測日間多雲 溫度最高有20度 來陸地區更加會有25度 UV指數有6強度屬於高 晚上有雨 溫度最低有14度 如果是星期一至星期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視頻新聞 記得免費訂閱 明拔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HARE影片 阿泰華有個華裔婆婆 在一個叫鄧當勒公園 灑太極劍的時候 竟然有人因此而報警 當警員到場後 對婆婆相當不客氣 偏偏婆婆又不懂英文 百慈莫辯 她差點還被警員拘捕 不過幸好在緊要關頭的時候 警員透過手機找到人做翻譯 婆婆才不至於被帶走 有人在社交媒體上複術事件 吸引超過1200個留言 批評警方的做法 而當地市議員Catherine McKenney 也要求警方解釋 目擊事件的穆罕密德說 事件中的婆婆是公園上客 經常在遊樂場的空地上 灑太極劍 她說警員來到時 婆婆已經將太極劍放入袋 但警員一手撿著袋 然後叫婆婆坐下 還跟她說 如果不按她的指示做 就會拘捕她 穆罕密德試圖幫婆婆解釋 但警員完全聽不入耳 她就覺得整件事很荒謬 警方事後解釋 有人幫安時 形容婆婆所使用的劍有75吋牆 令人擔心 不過在事件中 警方最終沒有拘捕任何人 太極劍也物貴原主 婆婆當時也自願離開公園 至於處理事件的警員 選擇不去索取婆婆身份資料 就是不想事件升級 阿泰華華埠商業促進區總幹事李先生 就指這件事令人難過 她說打電話報警的人是無知 加拿大作為多元文化國家 竟然不認識其他人的文化 值得懷疑 而這次事件 將會令少數族裔的市民 不敢使用例如公園的一些公共地方 多達近900萬個加拿大人 在疫情期間 申領加拿大緊急響應部助金 聯邦政府已採取行動 核實這些人的申領資格 其中有相當多的不合資格申領者 要還錢給政府 但有團體就說政府不應付追訴 根據稅局在今年5月10日發表的一份聲明 稅局已經開始向一些加拿大人 發出了重新確定通知 這些加拿大人 被證明他們所拿的部分 或全部的CERB是不合身領資格 但有為低色合人士槍權的團體 現在就敦衝聯邦政府豁免這些債務 說因為可能會令很多低色合人士陷入經濟困境 為中低色合加拿大人槍權的慈善組織 而圖筆局分會的成員Barry Marsh說 已經聽到在社區裏面 有很多的成員收到要還CERB的信項 但是他們現在根本就沒有錢還 他說在疫情初期 大家對於CERB的申領資格有很多的困惑 一些不符合申領資格的人 可能在自己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拿了CERB 但是現在的這些錢已經小了 用來交租或者買必須品 政府應該讓山路決定限 警方昨天下午在深水埗的訴訟行動 抓了兩男女 在一間劏房裡找到一支自克制的VC61 結色衝鋒槍 和一批總值360萬的毒品 港都總區范三合會行動做總督察何欣傑說 昨天下午4點半 在深水埗原周街一棟大廈 截查一個姓楊的30歲男子 在他身上 找到1.5公斤懷疑K仔綠安酮 其後將他押回去 他和姓蔡27歲女友同住的劏貨搜查 再找到3.7公斤懷疑K仔 350克懷疑匹女可卡欣 1.26公斤懷疑Happy粉 和一批毒品包裝工具 檢獲的毒品總值360萬 探員搜查期間 你也找到一支衝鋒槍 50發子彈 一個彈盒 一個消音器 和一個鐵蓮花狀的電擊器 經過軍械鑑證科專家初步檢視之後 檢獲的槍械是自克制的VC61 結色衝鋒槍基建齊全 待進一步檢驗有沒有發射能力 或者有沒有用過 和調查槍械的來源 和管理目的 現階段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包括黑幫蟹鬥 或者是否有擊中人士 在未來日子 打算用來襲擊他人等 何欣傑說 涉案的槍械並沒有上堂 子彈分別裝備多於小巴便 他說這批彈藥 住場民居入面 如果在住場或運送過程中 稍有不慎 就會造成擦槍就火的意外 對附近居民構成嚴重威脅 而這支高火力衝鋒槍 在鬧市中使用 可能會造成嚴重人命傷亡 效果不堪持想 而被捕的兩男女報稱無業 涉嫌販毒 無牌管理槍械和彈藥 和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 現證被拷留調查 一個未有接種疫苗的 百科超市兼職員工報稱 政府擴大疫苗通能症的使用範圍後 被超市拒絕繼續聘用 更加令他用不到法院服務進入商場 侵犯了他的工作和其他基本權利 他早前提出司法覆核 要求法院包法禁制令 禁止政府執行這個政策和要作出賠償 高院法官曾加上昨天拒絕司法科許可申請 但是申請人就不需要給種費 申請人是沉石雄 建議答辯依設為特首林鄭月娥 和食物及衛生局長陳小恥 高院的判詞自出 疫苗通人症規例 無規定未有接種疫苗的人士不得受顧 市民去不去接種是他們的選擇 並認為極其難 只是申請人因而未能去到特定的處處工作 而他仍然享有選擇職業的自由 認為規例不構成對基本人權的侵害 至於使用法院服務的權利 判詞說 根據司法機構在今年1月25日發出新聞稿 當日到法院大樓參與訴訟各方 可以豁免法庭的疫苗接種規定 亦無礙申請人作為訴訟人用法庭的服務 判詞說入不到商場 無疑對生活構成不變 但這並侵害基本權利 加上香港人煙囚物 人口的流動性高 病毒的傳播風險大 而疫苗通人症 只是針對一般屬於人流較多 或室內密封的環境 市民仍然可以透過其他途徑 取得商類似服務 而且疫苗通行症的規定 在今年的10月31日午夜就會失效 並不是永久草屍等 所以駁回申請人的科學申請 前日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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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不用隔離嗎 回來不用回港議 都有一段時間 幾個月 五個多 一月到現在 所以終於回來了 其實我應該未那麼快回到來 但那邊劇組很好地讓我回來做宣傳 因為我們提早了 讓我回來可以做到這個宣傳 就順便說到我女兒明天生日 一句兩句 可以明天跟她慶祝生日 看看有沒有廣場 有呀 每天都有看 你看到這部片 女演員這麼七月 我們都說了 沒什麼特別 沒什麼特別 怎麼看波長 因為大家都以為 整件事好像很冷 很冷 大家看到那些煙 不是熱水的煙 是放水 放出來的煙 是 然後我們兩個其實是冷 一直都很冷很冷 我拍完第一件事 是用毛巾馬上包著她 怕她那時候會爛傷 很好呀 其實很快就已經拍完了 還有 我太太有來探班 她先生也有來探班 所以都認識 也不是監察 不是監察的 其他場所 基本都認識了 我們對方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